介绍2020年西班牙脱水木须供需形式 以及在全球疫情下 木须燕麦草市场的新动向 今天与我一起出席的有西班牙脱水木须协会的会长 Louis先生 以及西班牙脱水木须协会 中国官员 Bablo及Rubin先生 接下来让Rubin先生 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会议的概况 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演讲的第一部分 将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2019年与2020年西班牙木须的概况 首先我们将会大家介绍一下 西班牙木须的产量 西班牙木须在全球的情况 以及西班牙木须在中国的情况 在第二部分我们会向大家介绍 2020年与2021年西班牙木须的总体情况 其中收获情况 西班牙木须在中国市场的前景 新冠状病毒对西班牙该行业的影响 以及我们即将到来的活动 在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将会向大家介绍一些西班牙的新产品 我们将会向大家介绍 西班牙的脱水燕麦 首先来先生来介绍一下 2019年与2020年改观 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木须的产量 在2019年的时候 西班牙脱水墨须的总面积占约12万公顷 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脱水墨须 西班牙脱水墨须总共的产量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占最大产量的是 西班牙草捆大概占80% 西班牙脱水墨须颗粒大概占20% 与2018年同期相比 总产量增长了4.4% 西班牙脱水墨须颂 一共1.070.000 toneladas 由于最主义的国家是英国的英国 接下来的中国 它们的购买非常好 和250.000 toneladas 购买过去年 自2019年4月到2020年3月期间 西班牙总出口量 总脱水木区出口量为107万吨 其中西班牙出口国 占比第一的是阿联博联合酋长国 其中第二的是中国 往中国出口的木区量为24.6万吨 Pablo 我有一个问题 可以想我们介绍 中国食料主要供应过的情况吗 现在我一共要跟大家说三个观点 第一次是中国将会需要购买的购买 购买的购买 我们将会确认的是美国 将会持续成为向中国 食料的主要供应国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西班牙现在向中国 现在所占的占比是17% 已经成为中国飼料第二大供应国 并且它将会不断地持续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西班牙进口的木区草菌 在近几年增长得非常迅猛 当然我们在这张表中也可以看到 木区颗粒的占比比较少 而且木区颗粒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慢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地从中国的 如果在猪业的发展上会更加 猪业的发展上更加好的话 我相信在颗粒的增长量上 也会有很大的提高 总体来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2020与2021年西班牙 目前从中的情况 我们预计的增长 我们预计的增长 我们预计西班牙脱水木区的种植面积 已经将增加3% 在经历了前几年种植面积减少后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合理且稳定的价格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这个种植面积是持续在增长趋势的 我们相信在西班牙的某些 由于汉田的情况收获良好 我们相信在西班牙的许多区域 总整体产量会增加6% 会高达150万吨 那 Pablo 今年中国试料市场的未来 渐进怎么样 关于在增长趋势的方面 中国和西班牙的关系 保持良好 中国的公司在西班牙脱水木区的理解上 跟前几年相比来说 已经变得非常的好了 同时呢 西班牙的许多脱水木区公司 他们也更加理解 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 中国已经有许多公司 使用过西班牙脱水木区 并且对西班牙脱水木区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将朝着这个目标 继续前行 最近有许多中国公司都问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新冠状病毒 对西班牙的这个行业 会有影响吗 这个回答很简单 就是新冠状病毒 对西班牙的生产 以及出口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并且西班牙的港口 也没有受到影响 保持正常的作业 因此我们AIFA将会 继续继续维持 我们即将到来的活动 我们将会参加 十月份的 第十一届中国奶油大会 我们将会参加 seguiremos participando en los seminarios muchos en coorganización con GESITAN webinarios y asistencia técnica 我们将会继续参与 赫斯坦所举办的研讨会 以及在线的技术交流会 y quizá el único cambio que pueden ver en la siguiente diapositiva es que la misión comercial a España se aplaza a la primavera del año que viene 唯一的改变可能是 我们将组织的 中国代表团 前往西班牙的考察 会推迟在下一年 momento en el que además podrán conocer no solo la alfalfa sino la avena deshidratada 在这个代表团中 我们将不仅仅的 去看到 西班牙的脱水 我们还能看到 西班牙的脱水燕麦 我们协会在中国的工作 是宣传产品 并且促进 维系西班牙和中国公司 之间的关系 谢谢 Bárbara 我们将来看 有其他新品牙的脱水 可以介绍一下 西班牙的脱水吗 有新的机会吗 我们正在进行 进行的脱水 在中国的脱水 在中国 我们发现 中国很有兴趣 引进新的饲料 例如燕麦 以改善其農业的供应 同时在西班牙 该行业也有兴趣 在中国引进新的木草 例如脱水燕麦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松地利用 现在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些商业关系 从而打开市场 现在西班牙已经有许多公司 为了打开市场 已经开始生产脱水燕麦 在中国的准备 在中国的准备 和脱水燕麦的生产过程 与脱水木许的生产过程非常相似。 La materia seca del forraje es una excelente alternativa productiva para el ganado lechero. 燕麦中的干物质可以作为奶牛饲料中的 某些次草替代物,从而提高牛奶的产量。 Al igual que el alfalfa es un producto homogéneo, estable, con humedad baja y muy fácil de conservar. 涂水燕麦属于同类产品,非常易于保存,并且稳定. Por último, las fechas de siega de este producto suelen ser en torno a abril-mayo. 燕麦在西班牙的大概收割月份在四月或五月. Bien, y hasta aquí nuestra presentación. Muchas gracias por permitirnos participar en esta actividad. Como hemos dicho, estamos a vuestra disposición para cualquier consulta que necesiteis realizar. Estas son nuestras vías de contacto. Podéis enviarnos vuestras consultas a través de la página web o de WeChat.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们的讲座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